将其放入轮换阵容,顶了Alston的位置,Nalston状态本就没有完全恢复,贸然进入主决赛级别的轮换,个人攻防表现都不佳,居然和菲尔尔打了个有来有回,系列赛场均仅3.8分,命中率34.8%,于是魔术的化学反应没有了,冷血三分也没有了,要知道,古人唯一...